这一集要分享的是伊豆半岛的成岐海岸 这里著名的景点有门斜吊桥和门斜岐灯塔 另外则是沿岸的熔岩海岸地形 这天一早我们自驾来到成岐海岸 距离停车场不远就是眼前的这条小径 从入口处算起距离门斜岐灯塔是100公尺 距离门斜吊桥则是150公尺 都是不算远的距离 成岐海岸在2020年获得了世界著名的 米其林日本绿色指南两颗星 很适合推荐给想要享受大自然的家庭 这座海岸是距离今天4000年前 由火山大士山喷发后 在酵母滩形成的熔岩海岸 海岸线全长大约9公里 现在规划有两种步道给游客选择 分别是散策及林间 能够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我们来到了门斜旗灯塔下 这座灯塔总高大约是17公尺 台阶是有85阶 入场不需要费用 灯塔是全年无休而开放的 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5点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 则是在4点就会关闭了 在最底层沿着外侧的阶梯爬上这个平台 很快就能看到漂亮的海岸风景 欣赏完了这一层的风景后 转到灯塔内部 沿着上升的阶梯继续往上走 灯塔里面是不能饮食 不能抽烟 也不能携带宠物的哦 经过实际测量的结果 爬到展望台 大概需要两分多钟的时间 在展望台上可以欣赏到360度全景的视野 从这里眺望 从这里眺望可以看到一斗七岛 天城连山以及大士山 不远处可以看到等会即将要前往的门斜吊桥 展望台的窗户上还设有面板 可以为你指出远方所看到的岛屿 从左到右分别是大岛 三宅岛 利岛 星岛 世耕岛 和神经岛 另外这边的视野 则让我们远眺到了大士山 除了大士山外 面板上一样很详尽的介绍了 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的各座山脉 这天的天气非常好 天朗气清 让人神清气爽 从展望台下来后 我们朝出口的右边走 先要到成岐海岸公园 看一看这边的风景 之后再前往门斜吊桥 在海岸公园这里拍到的风景 海水很蓝 天空很高 由于我们在早上抵达这里 所以也不觉得炎热 这个地点可以拍摄到灯塔的全貌 以及公园的地标 接下来我们沿着海岸边的步道往前走 准备要走向门斜吊桥 门斜吊桥是1968年完工的 长48公尺 高度有23公尺 是成岐这里的名胜 吊桥位于海石洞中 可以容纳100人通过 是一座坚固的吊桥 不过高度大概相当于大楼的7楼 所以往下看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悬崖峭壁的惊险感 走下吊桥后 旁边有可以拍照的地标 我们也在这里拍了张合照 城崎海岸的介绍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哦